不想花時間煮開水又要喝的安心 很多人會選擇裝濾水器 但濾芯一年就要換一次 單價動輒四五千 有民眾乾脆上網撿便宜 售價不到原廠的一半 但沒想到剛拆封就流出黑色油漬 過濾出來的水還有嚴重臭味 更過分的是他那時候網站上面就會打說 只要把外面這個膜拆開 就是不能退錢 所有項目都零撿出 這個是原廠 偽造的這一組濾芯 這樣的產品送驗之後 卻發現裡面在重金屬 蛤的含量是有減出 包括它的水裡面的殘渣也是有減出 商品有瑕疵 想退貨卻遭到廠商拒絕 秦小姐份兒找市議員王維中陳情 預言追查發現 網購平台上都有知名濾水器的防茂品 水質經過檢驗 還有重金屬葛 但現行的飲用水管理條例 只針對這台水和少數的公共場所 一般民眾購買的濾水器根本無法可管 因為我們只要求販賣的濾芯要付美國的原廠證明 但是就沒有再進一步做任何的規格要求或者是檢驗的要求 以至於這樣的一顆綠頭水必定會過濾會流金的這個重要的原件 它沒有受到政府任何的管制 排除民法上瑕疵担保責任 這個部分是違法的 那我們只要一經查獲的話 就會發文請他限期改善 那限期不改善的話 依照消保法第56條之一的規定 就會有3萬到30萬 在限期不改就有5萬到50萬的拔還 消保官表示拒絕退換貨廠商可能遭罰 但像是濾水器的濾芯濾頭還是沒檢測標準 目前只能提醒消費者 購買有合格標章的原廠商品 以免為了省錢把問題水喝下肚 反而得不償失 凱波大臺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